含有26劇透,請務必通關劇情後觀看! 序篇 開幕始於阿特拉斯院中,喜翁與院中長老們的對談。 當初加勒迪能夠使用徬徨海的住所跟資源, 是靠喜翁發行了第八章契約書才得以說服眾長老們。 長老們也認可了喜翁的天才性。 按照喜翁附加的姓氏繼承規律,是下任准院長了吧。 而現在長老們問當初說好一年的時間已經快到了, 問喜翁有沒有打算改變契約時間。 喜翁則是說保持不變,而長老們也決定 就以當初說好的條件保持同樣立場觀望。 看來《彭環海》又有什麼新設定放出來了, 像是什麼維持之門、再生之門之類的。 應該是彭環海內部詳細的部門設定了, 不過這邊就沒有透露太多了,畢竟不是本篇劇情重點。 補充說明,阿特拉斯院自開創以來就發行過7張契約書, 截至目前發表過的FET系列作品,回收的契約有4張。 契約的內容物都是為了拯救世界,但實際可以毀天滅地極之物。 其中一張契約的內容可以去看二世世間部小說的阿特拉斯的契約篇。 而現在這個劇情裡的喜翁發表的第八章還沒透露是什麼? 也許是為了往後的劇情埋下的伏筆吧。 回到劇情,喜翁使用儀器觀測到一個突然有微小特異點而迅速豁大, 幾乎可以算是一文代等級的了。 特異點發生在2017年的1月1日,時代是1908年。 放任不管的話會讓歐亞大陸的動物受到影響,人類也會演變成下等動物化。 威脅率是100點,儀器演算出的答案非常明確。 雖然人類滅亡這種推算結果並不少見,但是把人類推下領長之位的結局卻相當少見。 真不愧是Beast4的誘體啊,威脅度十足呢。 於是就想了警報通知加勒底那邊,希望能在24小時內準備好。 他們即將前往的是類似不列顛那種等級的異文代環境。 由於年末大功成緣故,他們不會使用虛速遣行與靈子轉移。 所以需要用到新鷹五羅號前往該處。 逃發的對象是Beast4、玉藻圍奇、勾揚斯卡亞。 原本在加勒底跟不列顛異文代史,為了保護加勒底一方承受了過大的傷害而無法隱藏了吧。 這下子得先解決這頭獸,才能安然的與異星之神決戰呢。 不過這次演算的結果,無論加勒底有多麼善戰,他們都只能得到全滅的演算結果。 而喜翁一年來的努力也會泡湯。 這樣的結果當然是不能和加勒底那邊說了。 這是什麼現行破滅預言嗎? 第一節 越過世界之牆 起初以第一輪春視角體驗1908年的痛古四大爆炸事件。 當時遭遇的生物見到難以睜開眼的耀眼光芒。 森林的某些生物或許早有預感,而四處逃窜。 但是其他的生物見到耀眼如太陽的光,就像是無法抵抗的風暴。 從天而降的光,彷彿像是人類帶來的火焰一樣。 李莫船長駕駛新英武羅號帶領迦勒底的眾人來到舊西伯利亞的森林, 也就是通古斯的地點。 通古斯大爆炸是1908年6月30日,發生在現今俄羅斯西伯利亞 埃文基自治區上空的隕石爆炸事件。 爆炸發生於通古斯河附近,貝加爾湖西北方800公里處。 當時估計爆炸威力相當於2000噸的TNT炸藥, 超過2150平方公里內的8000棵樹焚毀倒下。 目擊者的報告表明,事件中至少有3人死亡。 就連遠在英國的福爾摩斯都能夠看到天空中那道刺眼的白光。 魔術協會也證實這並非人為或魔術的災害,而是屬於自然界的大災難。 在2017年1月1日開始,就在1908年的通古斯產生了這個微小的特異點。 直到最近一口氣規模變大,即將達到一文代的規模。 而通古斯這塊被隕石砸過的地獄,就是Beastful又提的根據地。 那麼為何先前都沒有觀測到呢? 不如說他把自己的根據地隱藏得很好,但是現在又為何展露給他們知道呢? 第一種情形就是已經不需要再偽裝了,第二種情形就是他無法再隱藏下去。 第一種情形就是已經不需要偽裝了,第二種情形就是他無法再隱藏下去。 根據《不列天》一文代那時候發生的事情,高揚斯卡亞承受了繼承莫大的詛咒,受到了重傷。 所以很可能是第二種情況。 那麼這時候殲滅他是最適合的時刻。 雖然說很那個傻,畢竟那個時候高揚斯卡亞選擇了保護加勒底行人。 但是那是基於與莫利安的約定所導出的結果。 Beast終究是與人類為敵的災害,把幼蹄放置不管, 就可能讓人類滅亡。 不過關於高揚斯卡亞沒有任何能觀測到的方法。 所以也不清楚他現在的實力到底有沒有削弱,只能去現場了。 這次的作戰,除了要全力擊敗Best 4以外,還帶有電系黑槍的作戰計劃。 黑槍逆說構造體,是以科獸測定針,測定對方規模壽命。 轉換作為子彈去攻擊,目標年紀越大了,攻擊傷害越高。 哈邊喵則是成了黑槍的協力者。 這下子可以不用立香發令咒當作子彈也能夠使用黑槍。 這一切都是為了擊敗異星神的前置準備作業。 哥爾德所長還順便清點了新的主砲製作進度。 雖然使用正在緊急開發中,但是仍然趕不上這次的作戰,所以只能下次使用了。 當然加雷迪的準備可不只是這樣。 通過新鸚鵡羅號的魔力爐,可以在箭上召喚更多的從者投入作戰。 以往立香僅能召喚幾個從者就是極限了。 也就是說能夠實施人海戰術,用數量壓倒本次要擊敗的對象。 維持大量從者的魔力通過閃電戰,以及大火力碾壓敵方。 其實這個作戰是作為攻略第七億文代為前提的戰術。 高揚斯卡亞作為目標,剛好能夠當作勢刀的對象。 作為先發部隊,嚴選了六名適合本次作戰的從者在待機室,隨時都能出戰。 等到達比斯特的所在位置,新鷹鵡羅會跟上,並投入更多的從者進入閃電戰。 這就是令人刺激高昂的新作戰。 於是,狩獵的實踐終於要開始了。 新鷹鵡羅號突破了看似魔力構成的YB,進入了通古斯。 一進去就發現大事不妙。 幾乎此時船上的從者都無力化,哈貝喵也差點退去。 但是由於他設定回去的地方是黑槍內部,作為黑槍的守護妖精, 可以暫時進入休眠模式的狀態而不被強制返還。 但是其他人可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眾人意識到了,這是跟進入不列電一文代那時一樣的情況。 這片領域正在拒絕從者的存在。 雖然因為遇到這種情況,事後在船上構築了防止這種事態的多重結界。 可是領域的特殊性卻凌駕這些結界之上,所以失去了作用。 仍然活著的活人,包括馬修與人偶之身的小文西可以不受影響。 解釋完從者可能無法存在的條件後,福爾摩斯也被強制退去。 尼莫船長為了保住眾人能夠回去的手段,要出動車車讓作戰異型人強制降落。 新鷹鵡羅號先退回外壁待機。 看來高揚斯卡亞在各個藝文代得到的可不只是新的眷屬, 甚至連各個藝文代的優點都學起來了也說不定。 坐在Shadowboard的槍至空降的作戰一行人總算平安著陸。 正當小文西輕點車內設備運作與人員身體狀態時, 車內傳來了他們沒有想到會出現的聲音,是一吹童子。 小文西與戈爾德所長原本以為會像不列電一文代那樣拒絕人類史的零零進入。 沒想到先發部隊中的六騎從者居然有一騎留存下來。 仔細想想一吹童子算是神靈從者,或者說是自然靈。 言下就分辨出只要不是人類的從者,那麼就有機會召喚出來了。 雖然一吹童子的記憶好像出現了障礙,想不起自己的真名, 但是本人認為完全不會影響戰鬥能力。 這讓眾人又攬起了希望,至少還有一吹童子在,並不是毫無戰鬥的方法。 迫降後的情況雖然有點尷尬,但是這時候回去可就不太妙。 一來高陽斯卡亞一定發現他們入侵了通古斯。 二來都已經進來了,就算作為蒐集與分析情報,也要帶點調查成果再撤退。 考慮到新鸚鵡螺號已經退到外壁。 就算車車跑到高陽斯卡亞面前,也無法召喚新鸚鵡螺號過來投入大量從者閃電站。 這下子又只能恢復跟以往一樣的作戰方式了。 總之,要作為調查兵團先好好調查這裡的環境。 如果能得到走散的非人類屬性從者,或者進行簡易召喚那是最好不過的了。 那麼就由一吹童子帶著馬修與立香到外面的環境進行調查。 於是盲撞情況下遇到一些雜魚也是摸雞龍的事。 遭遇了俄羅斯伊聞帶的雅嘎,與印度伊聞帶的喀里。 但是看上去很奇怪,像是沒有生氣跟靈魂似的,只是個會動的生物。 接下來遇到了巨人種,看上去更不好對付。 伊錘表示要打開認真模式了,當然魔力消耗也會更為劇烈,要立香撐著點。 一看不對勁的哈貝喵從黑槍裡面跑了出來。 跟立香與馬修說遇到危險記得要找他,還被眼前的巨人種嚇了一跳。 問立香難道不怕嗎?立香表示怕啊,但是要用毅力去克服。 於是立香就表明要哈貝喵的幫助。 哈貝喵則是告訴立香,現在在這裡他能限界的時間不長,但是能夠幫忙發射黑槍。 馬修則是調整成一般的射擊模式,只要立香決定時機就能使用。 這段劇情很明確的告訴玩家,劇情戰鬥可以使用馬修的技能來扣下黑槍的板機。 整場戰鬥哈貝喵只能支援一次,但是發射完成會讓對方大弱化。 第三節 追求永恆之人 從上漂亮的解決戰鬥之後,哈貝喵偷偷打量了眼前的衣垂童子。 接著打聲招呼就回到黑槍進行休眠模式了。 正當三人正在討論那些毫無生計的生物到底是什麼之際。 另一道聲音傳來,一一解答了他們的疑惑。 那是藝文眷屬,也就是高揚斯卡亞的眷屬。在這個領域中,是屬於自動兵器的一種。 當然,幸運的是這些兵器並不會將看到的情報傳輸給首腦,所以他們的所在坐標並沒有被發現。 不過剛才的巨人種在自動兵器中也算是上乘的存在。 所以能夠通過自己的力量擊敗那些巨人,真是精彩的戰鬥。 不得不稱讚他們,真是戰鬥力了得。 伊錘可沒被這番話灌了米湯,他很訝異竟然在這麼近的距離中,沒有察覺說話之人的存在。 本來瑪修還在警戒要立香躲到他身後。 不過立香只是老神在在的回應,如果是敵人早就殺過來了吧。 只見對方認為也很有道理。 於是夜臉會背叛的咪咪眼男人登場了。 趕緊解釋自己不是敵人,不如說是敵人的敵人,狩獵的專家。 畢竟是以萊打陷阱,但是能做的事情還是很多的,畢竟他可是為了狩獵打幾隻影才來到這裡的。 不過三人一臉,應該要高興卻又覺得很無所適從。 對面的男人則是小心地詢問,是不是之前被帥哥騙過,所以才這麼警戒自己呢? 是啊,跟你一樣都是黑頭髮西瓜皮的美男子呢,把大家騙得團團轉了。 正在自我懷疑的男人還在想著,明明對於交涉他還挺有自信的。 另一道女人的聲音也傳來,看來是同伙。 女人認為剛才應該要聽自己的建議,直接參戰幫忙不就得了? 接著自我介紹時間,女人自稱尼姬妓琪、基輔的土翁者,多布雷尼亞、尼姬妓琪琪。 關於自己的能力就說了一句,我很強。 而另一個男人則是遠從先進一步,還特地強調是從陰影座下來顯現。 生前擔任過軍師,還設立過道士,他的真名即是太公旺。 第四節,寧姬妓琪與解決法。 這是通古四大爆炸時,死去的生命傳達出來的聲音。 無數纖細的聲音微小的幾乎聽不清。 數以千萬的聲音在臨終前的祈求,最後收束成一個新的個體。 在這如太陽光輝,耀眼的幾乎睜不開眼的白光之中,誕生了。 鏡頭回到現況,知曉這名為太公旺的男人,加了第一行人感到驚惡。 那可是古代中國英朝的天才軍師,還是六套三略兵法的作者。 也就是唯一法眼守護的兵法,是與周五王一起討伐英朝末代暴君驟王的大英雄。 根據風神演義中還能夠驅使跟朱砂妖魔的嫌術。 在Shadow Bowden裡的小雯熙跟哥爾德索掌也是差點精掉下巴。 簡直就像是抽到了大獎,他是Assensia沒錯啦。 畢竟是那個統帥昆倫山神仙,原始天尊的弟子,也是道教的最高階石圖。 而覆水南收這個成語也無源自於太公旺的故事。 哥爾德索掌由於有讀過英文版的風神演義, 所以認為打擊是金毛白面的千年狐狸精,也是Beast的一員對吧。 人家迷弟在那邊也很興奮的任偶像, 而太公旺因為這些問題實在太理所當然了,所以反而沒有感覺人家是在問他。 經過尼金喵的提醒,太公旺這才回神。 你確定不是在那邊偷玩睡覺嗎?咪咪咪?是不是跟老吹同款啊?喂! 既然提到了金毛白面,立香就想起加勒底中的玉藻錢。 不過馬修說玉藻錢可是極力撇心自己不是打擊一事。 回禮裡的玉藻貓則是吐槽本頂玉藻雖然否認是打擊, 但是卻沒有否認其他禍為妖精們所幹的事蹟呢,真是精彩的話術呀。 好吧,那我很期待某天小玉要怎麼解釋寶具台詞裡的宣言墓,這可是打擊的老巢啊。 接著就輪到尼金喵的介紹了,戈爾的所長倒是很熟。 基輔的屠龍英雄獨自一人兩度打敗了三頭龍, 擁有三頭龍十二尾的斯拉夫英雄還有父王君士坦丁堡的異化。 不過見到對方是女性也不怎麼意外,他們已經習慣這種事了。 接著尼金喵在面對低脆的文化也是被太公旺提醒,才知道原來對方在問自己。 接著兩人都落單從者的話,那麼佳的敵方當然是希望能夠一起合作討伐Beast4了。 對方當然也是為此而顯現於此。 情報共享的同時知曉這個領域無法存在人類型的從者。 像一吹童子跟尼金喵就能很順利的跟呼吸一樣存在。 但是像太公旺這樣的人類型從者,則是依靠自身的方數很費勁的維持靈機,才不會退去。 接著太公旺表態當然能夠合作,不過尼金喵則是要用自己的方式 測試合作夥伴,也就是說先打一場再說。 作為實力的表現,其實佳任的敵方在巨人戰中已經展現過。 太公旺認為不需要多此一舉。 所以其實尼金喵是反過來展示剛才說自己很強勢事實的證明吧。 與尼金喵的戰鬥中,眾人察覺到空中戰實在有夠棘手,就跟對戰妖籃那時候一樣麻煩。 而尼金喵認為如果是英雄就該挑戰不可能的任務。 在空中無法飛這樣的理由是不可能讓他們當作理由的。 此時一旁的太公旺看不下去,既然是不可能的任務,那麼就幫忙製作得到吧。 於是使用了方數讓馬修與立香能夠暫時飛行,而她則是乘坐四不向飛天。 這樣一來就有了能夠空中作戰的能力。 欸不是太公旺你到底幫哪邊的啊? 總之打了一場空中戰,刺穿尼金喵的白龍翅膀後,就受到尼金喵的認可而休戰了。 太公旺無奈於尼金喵的年輕任性,尼金喵反過來指太公旺才是任性的那一方。 接著由於芙芙一直感受到太公旺的G8氣質,把她歸類於梅林一類後忍不住憤力一踢。 馬修慌忙的將芙芙抱回來,並一直道歉,無論是對梅林還是太公旺都太實理了。 一旁的四不向都發出了叫聲表達不滿。 說到四不向,突然就從剛才很帥的做起,變成馬來莫的樣子。 太公旺還挺壓抑,四不向居然這麼情人,她平常可是很怕生的。 難道變成寶具後就連性格都會改變嗎? 總之先回到正式,太公旺希望能夠進行情報共享。 關於通古斯這個領域她與尼基濟齊更早之前在這裡調查過,所以可以視她們為向導。 而關於迦勒的確是一頭無水,只知道是為了恢復人理的機構。 所以那六個異文帶之類的,希望能夠講解讓他們明白。 於是一翻身想交流後,太公旺拐彎抹角地向對方說明, 在說出更多的情報以前,有些事情得排在前頭解決。 然而這太囉嗦的舉動,讓一旁的衣槌感到無聊,於是就跟四不向玩了起來, 拿胡蘿蔔給她吃,而出現了豪邁又可愛的吃相。 尼基喵則是大罵太公旺太迂迴了,旁邊的人都不耐煩啦。 於是太公旺只好單刀直入地進入主題。 雖然是跟情報共享有很大的關係,也有個地方想要讓大家看看。 但是最短路線跨越的途中,會經過一個超拔個體的據點。 所謂的超拔個體呢,就是字面意味,是擁有超拔級、戰鬥性能的強力敵人。 先前他們打的上位體相較之下也不過算是雜魚,當然決定權在御主手上。 話雖然是這麼說,但是適當的削減敵人也是戰術的一環。 更何況還能確保要去得目的地的安全。 所以當然就是打啦,哪時候不打啦。 作為第一次合作戰鬥的經驗,這個超拔個體時, 在那裡,他們遭遇了模仿伊凡雷帝的第一之王。 這個超拔個體被視為高揚斯卡亞的兵器。 若是這片陵域哪邊出了問題,可以出動超拔個體前去支援。 所以不先解決這個東西往後可就麻煩了。 不全力以赴的話,被全滅可是這邊了。 睡衣吹則是對立香提醒,要是因為放寶具而魔力被抽, 無光,他可是不管的喔。 立香則是有所覺悟的,讓伊吹放心上前。 於是伊吹童子便放出了大蛇一同作戰。 瑪修也交出了哈貝喵架好了黑槍。 這段之後面對的就是限時討伐戰,AN602 EVEN。 下回待續